在思考了几百种越狱方法后 他明白了一件事 越狱不用一个人人都想不到的办法 只要一个谁都能想得到 但谁都觉得不可能的办法 那就是做钥匙 做钥匙就必须要有钥匙模型 想要制作模型 就必须先拿到原版钥匙 可原版钥匙每天都是狱警随身携带 淘雨灯火的高智商学霸想到一个办法 他们先假装跟狱警撞到 然后用提前准备好的白胶浆 偷偷用钥匙复刻出模型 然后再用烧化了的塑料浇灌模型 这样一比一还原的钥匙就复刻成功 然而这把钥匙只是他们逃狱的第一步 后面的难题才更难攻克 几天前 这几位合伙逃狱的犯人 还是水火不相容的敌人 机缘巧合的几件事 让他们凑到了一起 理工男原本是优秀的建筑师 却遭人陷害锒铛入狱 陷害他的人 还专门找了个终身兼戒的牢头狱霸霸凌他 甚至以生命为要挟 不让他上诉 所以他要逃狱 不然小命都不保 滚筒哥在外面遭人暗算 为了给女儿报仇 失手杀人 然而最近他得知女儿没死 而且还要结婚了 为了弥补二十几年的遗憾 他想要去参加女儿的婚礼 他也要逃狱 另一位 则是因为母亲突发急性身衰竭 需要换肾 他是最好的肾员 为了救母亲 他也要逃狱 理工男凭借超高的建筑知识 认出这座监狱建立在废旧的排水系统上 那么监狱内一定有检修口与外界联系 而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出去的地方 然而监狱内的每一道走廊都有铁门 从监狱内部找到检修口几乎不可能 于是 他们就把主意打在了通风管道上 而且有一个地方完全没有监控 那就是滚筒处的那间木屋 他们需要在这里先打开通风管道入口 再通风管道爬到电表房 让整个监狱断电屏蔽掉监控 但是断电的同时会发生警报 十分钟内预警会封闭所有出口 也就是说 他们又在十分钟之内 打开最后一道门的铁闸 逃到检修口 通过检修口顺着排水系统 逃到监狱外面 再由阿正的女友接应 计划听上去与一切顺利 可是在面临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把他们拦住了 男人点燃一张塑料板 把低落的胶状物 浇灌到水瓶盖上 再把螺丝钉放在里面固定 等塑料冷却后 再把压梢棍粘在上面 这样一把简易的越狱工具就制作完成 可刚用这个螺丝刀打开通风管道 就遭遇监狱长突然查房 幸好几人动作迅速 在预警进屋的最后一刻把现场还原 可没等他们高兴多久 就遇到了大麻烦 阿正进入通风管道 发现在管道尽头有一道铁护栏 护栏周围都被死死汉牢无法打开 于是阿正联系女友在外面送来一朵圣经 一把小小的句条就藏在圣经书的背后 可还没等几个人开始行动 就被监狱里另外一个大佬刀疤破坏了计划 他为了不让李公男上诉 只是手下突然袭击李公男 滚筒哥为人仗义当然不会让小弟被欺负 于是两人提出单挑一决胜负 一番果战下来滚筒哥险胜 但也彻底得罪了刀疤 这也就意味着 以后几人的行动会越来越艰难 果然在某一天 阿正在通风管道拒护栏时 狱长突然检查 为了事情不卖路 滚筒只能出去打圆场 可万万没想到 刀疤是狱长安插在这里的眼线 专门盯着滚筒他们 很奇怪 明明结下了仇 为什么还替滚筒说话呢 原来 刀疤很早就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并且还盗走了他们之前制作的 祭门的钥匙 他要以此为要挟 让滚筒他们带他一起离开 虽然一百个不愿意 为了防止被举报 滚筒还是答应了他 终于在几个人的共同努力下 锯断了铁栏 下面就等着中秋节晚会那天 趁乱逃狱了 然而李公男却临时改变主意 决定留在监狱上诉 犯人在脚踝上闻了一个孝子 因为他马上要逃狱出去给母亲捐肾 他们趁着中秋晚会混乱 偷偷打开第一道闸门 没想到 要是在刀疤手上迟时不肯动手 更没想到的是 几个人的行踪 被一个捧臭脚的犯人告发了 等他们到通风口 几人已经爬进了通风管道 幸好监狱长为了不让来视察的领导知道此事 没有拉响警报 只是派人封锁了所有出口 几人顺利到达了供电房 可是万万没想到 拔掉了所有电线警笔大作 监控却没被破坏 李公男也意识到了兄弟可能不太顺利 于是故意找茬跟玉尤打架 吸引玉警的注意力 另一边 监狱长也确实在监控上注意到了几个人 滚筒他们在经历最后一道关卡的时候 阿正却迟迟打不开闸门 可就在这时 刀疤却突然返水 用刀威胁滚筒拖住预警自己先跑 就在两人僵持之际 背后一个冷棍敲了过来 是李公男 三人成功逃到杂物间 却因为没有撬棍迟迟打不开警盖 李公男为了拖住时间 出去跟警察拉扯 自己却被打得头破血流 而另一边 阿正为了给滚筒机会去帮李公男 最后三人通通倒地 滚筒也成功逃到外面 与阿正的女友碰了头 滚筒出去的第一件事 是去女儿的婚礼 然而妻子还在对二十年前的事耿耿于怀 想把滚筒拒之门外 在婚礼上 父亲亲眼见证了二十年没见的女儿的幸福 但是却不敢与之相认 他害怕别人知道 自己女儿有一个犯人父亲 婚礼完毕 就在滚筒筒想转头回去时 还要谢谢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了身 但我依然记得很清楚 他很疼我 他不单止会保护我 从来经常想办法哄我笑 我爸爸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就是我不开心 在我几人着面 我爸爸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巨人 虽然这巨人已经不在我身边 但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面 一样那么疼我 哄我 守我 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 滚筒信守承诺 选择了回去继续服刑 而阿正也被送去医院 有了给母亲换肾的机会 几个月后 阿正母亲康复 滚筒女儿也与她相认 而那个曾经害理工男入狱的人 也成了他们的狱友 其实说爱港片的朋友都能看得出来 这部电影有监狱风云的影子 很多人说港片后继无人 这部电影也确确实实给了我一点惊喜 希望港片能够再回到那个辉煌的时代 好了我是AJ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联 我们下期再见